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周玉寇現在已經不愛城市中了 因為他現在最想投的當然還是吳一農 那所以我也說他是全台目前最大的一位農夫 絕對不是講體型大 而是最有聲量的那位農夫了 不過當然吳一農現在也要急甩大家對他的看法 還要告訴大家他是有料的 他今天舉行了他的首場的政策發表會 而他也提出了這千件松山機場的五大看法 會後面對記者的詢問 我們也都知道要選舉的人 所有的時事議題當前的一些問題 很多人都會拿來問你想聽聽看身為候選人 你又是如何來評論呢 但顯然吳一農他只想回答他所知道的 而那是不是又是很有限範圍的知道呢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我們的記者馬德林辰佑 他問到吳一農說 2025的非核家園的議題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吳一農這一回又不開心了 首先他可能先看到這個林辰佑一舉手 他就已經臉色大變 甚至又開始犯了那個轉不過去的毛病 一直很想轉另外一邊 但無論如何他被問他第一題 他是先講了松山機場 等於你問他非核家園 他講了松山機場 在被捕問的時候他就提到說 我跟侯友宜市長的看法是一致的 先有何安才能有何能 再被追問說那王宏威的看法 你又怎麼看呢 他就爆氣的反向林辰佑說 我還以為我在跟這個中間斷了五秒鐘 可能還在思考到底要怎麼講 最後擠出來的話 居然是我還以為我在跟王宏威的發言人對話 他說我也不知道王宏威的政見是什麼 但到現在都還沒有聽到 而網友也在講說 是不是崩潰也崩壞的太快也太嚴重了呢 如果連這樣的議題都沒有準備好的話 你確定你還要選嗎 甚至也有很多人說 這就顯示出他的傲慢 這真的很民進黨 不過我們必須說一說啊 這一段話才是最有感的 參選以來 這已經是吳一農第二度嗆記者 那你可能覺得參選多久呢 抱歉他上禮拜才剛剛拍板定案 到了今天還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已經是兩度都遇上了林辰佑 兩度都生氣 這時候我們不免 不知道是不是林辰佑 果然是一個中天或是媒體業 自帶仇恨值的辣個男人 還是吳一農真的毫無準備 導致於看到像這樣子一個 也許會問出你沒有準備好問題的記者 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不管是嗆瞎 又或者是崩潰 還有答非所問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明明蔡英文主張的2025非核家園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要跳票了 吳一農不僅不正面回應問題 那用反嗆的方式 用把人家貼標籤說 是不是對手的發言人的對話 我們先看看最新畫面了 中山立場這件天的話 您是否很有自信可以 往後維持的立場辯論 我不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立場 儘管他是長期的 中山信義區的議員 儘管他現在在競選 中山北松山立法委員 針對影響我們都市發展 這麼重要的議題 我不知道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需要跟他辯論什麼 我不知道他的證件是什麼 我到現在還沒有聽到 除了攻擊之外 我只聽到他的謾罵 沒有他都合二合正把握給你 這是他口中的證件 對那就像我剛跟大家報告 我們除了喊口號之外 我們要有具體的落實的方式 可行性的一個提案 那我們可看不到 所以你覺得2.0為什麼 跟他有發言人的信息 好像是這個 這個 我正要說這個 我還以為我在跟他的發言人對話 那個 這個是 對我 是是是 我記得 我記得 你先問別的問題 歡迎請 對嘛 你是講說可以別的很好 那謝欣寧他就有講到那個 適早事業之後 來迎開講的適早事業 但是最後先來之後 哪裡他問 謝欣寧要不要出來道歉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事情 任何的恐嚇 我們都嚴厲的譴責 我們可以有政治的競爭 意見的不合 可是任何暴力的方式 都是不應該的 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剛剛那段影片 你千萬不要為我們的頻道 按下檢舉 因為我們剛剛既沒有 幫您按下暫停鍵 另外呢 也沒有按下靜音鍵 那就是原版的輸出 而他確實就是當機了這5秒 不過在今天這樣的表現上面 東華大學的教授施政鋒 他則是說 可見吳英農是相當的膚淺 連這樣的大方向 都沒有辦法回 不知道是小號的蔡英文 還是會講英文的陳時中 像我們說 揮和家園這個東西 其實這相當程度 是民進黨創黨以來的 一個很重要 社運的部分 那當然有關於這個綠能 那這個也是說 能不能奏效 也是蔡總統他的政見 這些都有考古題 他怎麼都沒有準備 所以他是 本來就是說 反正我就犧牲打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他連那個大方向那個東西 他連回都沒有辦法回 所以有時候我講說 他是小號的蔡英文 還是會講英文的陳時中 我也不知道 表示說他是相當膚淺的 OK 有可能兩個 就是說 因為呢 這一次已經沒有襪子 可以讓他轉移焦點了 所以他辭窮了 OK 那當然辭窮是一回事對不對 但是態度不一定要這麼惡劣嘛 對啊 我是講說是家教不好 那當然我們說 比起上一次的蔡萬 兩個人顏值都不錯了 我必須要講 蔡萬至少家教很好啊 你知道他說 應對進退等等這些 對 至於吳云農他的對手 王宏威先前接到了電話恐嚇 對方威脅說 你再提黑道的話就會開槍 沒想到呢 這民進黨籍的前例委 謝忻妮 竟然發文嘲諷 王宏威是在自導自演 結果警方在昨天 就已經馬上抓到了嫌犯 等同打臉了謝忻 這也讓時事評論員 朱凱翔他分析說 謝忻妮以為自己很幽默 但這樣卻是突顯出 他非常沒有水準 他講這個話其實就是一個很低級的酸 他想要酸什麼 羅老大羅浮柱 然後新竹什麼黑道議長 然後中山區的自己人就是葉林傳 因為民進黨最近在打葉林傳 有牛蒲幫的背景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這些話有意義嗎 那請問謝忻 你是沒有社會常識嗎 還是你是沒有知識 還是你是你純粹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分青紅皂白 反正你就是要借這個機會去湊一下 因為吳云農被黑道的這個風波 給打到抬不起頭來 所以你要找個機會 去湊一下王宏威 那所以你這話就是沒水準 這種沒水準的層次是什麼 就是在九合一大選當中 幫民進黨給 幫民進黨給 就是幫倒忙的那些側翼的水準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些內容是沒有意義的 他只是想要轉移焦點 只是想要趁著這件事情來 轉移一下說 看一看王宏威 就是他可能覺得自己講話很幽默 覺得自己是在酸 覺得自己是一種反擊 但其實就是無聊而已 沒水準 曾經是民進黨立法委員 但是已經久不久 不在這個江湖上面活動了 這時候就被一跳出來 然後講著呢 還是側翼同樣的語言 但是問題是就是一樣啊 你就算曾經是民進黨 前民進黨立委 好像看起來這個政治 稍微高一點 可是你講的話是一樣 沒水準的 一樣沒水準的 還是就是側翼那個 無腦亂護航的那一套 所以我就覺得 沒關係你就繼續吧 換個人講同樣的話 那只會讓民進黨 死得更難看而已 麻煩你就繼續啊 我不知道吳怡農 會不會覺得說請你閉嘴 請你閉嘴 搞不好 搞不好對吳怡農的這個損傷 還沒這麼嚴重 當然現在吳怡農他一心想要甩掉 他跟這個所謂的黑道之間的掛鉤 所以他今天開了第一槍 公布了他第一波的政見 不過這個政見的名字呢 叫做他希望松基可以全面的簽紙 然後原址上面轉為公園 不過這樣的idea呢 到底大家覺得怎麼樣見仁見智 不過我們先講講 吳怡農在整體的選戰策略上面 是不是就已經先一步的失敗了 像是游怡農老師他就認為 他公開喊話要處理這些染黑的問題 甚至提到了黃成國 你第一時間就炮打黨中央 恐怕也會讓你失去黨中央的應援 更別說當初特地為吳怡農設立 這所謂的吳怡農條款的黃成國 幫你幫了這麼多 又跟中山區在地的調阿咖這麼好 你現在不只中央黨中央好像躺平 沒有真的要幫你 你甚至連地方是不是都有可能 不會再幫助你了呢 而我們剛剛講到 他提到的那個松基準備簽紙 然後全面改為是公園 先不論他這到底規模有多大 而我們看到其實這樣相關的政策 過去也有很多人提過啊 像是姚文志也提過 還有最近的黃珊珊也提過 那到底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人 真的要去觸碰這個道理呢 從蔡英文到姚文志曾經提出的跳票政見 應該問為什麼會跳票 你搞清楚了沒 更不要講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陳時中的大頭講過的話 電論會的時候 陳時中曾經批黃珊珊這樣的一個政見 選舉時如果突然拋出這樣一個大議題 你操作的成分還是遠大於市政的建設 那陳時中現在是不是跨時空打臉了吳怡農呢 前立法委員郭政壤也分析了 松基簽建這個議題其實討論很久了 黨內有很多的前輩過去都提過 甚至民進黨都已經經歷過了陳水扁 還有蔡英文的執政 加上加交通部也都明確指出不可行了 你吳怡農是不是還是那句話 真的沒有做好功課 松山市長簽建這個議題 我坦白講我也是過來人 2002年李英元參選特別市長 第一次提出這個政見 我2007年選立委 我也提出這個政見 民進黨已經執政兩次了 都說不可行 你還在提 民進黨已經執政兩次了 對不對 李英元就碰到阿扁執政 那接下來小英執政 交通部就明白跟你講 這個是不可行的 你還在提 姚文志也主張簽建 是啊 對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民進黨 有多少人主張過的政見 那民進黨自己都執政過兩次了 都說不可行 你現在還在講 這表示說 你對前人的一些主張討論 你到底有沒有去看一下 顯然是沒有 就做自己了 當然是沒有 這個交通部 在立法院的背詢 不知道多少次了 你隨便找都找得到資料 所以你給他的感覺 就是很不認真 我看到今天 我是根本認為 他沒有想到他要選 我說實在話 你去想一想 一個人如果預期自己會補選 因為從政 那個漢一定知道 從政就是一個策略家 一個投資家 他永遠都在看未來 所以他一定都要去算未來 可能會怎麼走 對不對 還有比如說 他出來批黃成果 黃成果在中山區 影響力有多大他知道嗎 他不會不知道吧 那你還做這樣重視 那他到底知道了什麼 所以一定有什麼道理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的道理何在啊 你也當過市長部主委 而且你當初也是他支持的人 你會不知道嗎 那你還講那個話 擺明的是得罪人家 你認為一些里長都無所謂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選什麼 很奇怪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 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把氣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解 好奇